台北市大直西泰建设施工不当 害得旁边整排民宅塌陷 让所有紧邻工地的民众都很紧张 中山区就有工地旁的马路上 人孔盖周边下陷 居民下得赶快通报抢修 还好只是因为大车碾压所造成 至于在高雄明明是晴天 前镇区广西路却出现了一个四米长 两米宽两米深的大洞 就怕会越线越大 是否赶紧万将填补 明明是大太阳 但怎么路上却出现大坑洞 坑洞超深 里头积水和地下管线 看得一清二楚 现场赶紧围起三角锥 就怕庸路人经过 不小心摔了进去 出动混凝土车 注入大量泥浆填补坑洞 回想坍塌瞬间 当地里长人心有余悉 里面给我通报 他那个路面有点下线 我马上拿那个路站牌 把他挡住 到十一点十分左右 空洞就出来了 十一号上午十一点多 高雄前镇区广西路上 坑洞长四米宽两米 深度两米 初不了解 可能是连日大雨 地下水高涨 把老旧污水管线冲破 造成陆基掏空 不只高雄台北也金船 路面塌陷 仔细看人口该周边 明显陷了下去 但即使只有几公分 旁边就是建筑工地 居民可吓坏了 十一号上午中山区 河江街一百八十项巷口 疑似被一旁工地的大型车辆 来回经过不断碾压 路面才会出现下陷 但就怕变成大直民宅 塌陷第二 民众实在先驾驾 大家绷紧神经不敢大意 索性经过仪器监测后 周围地址都正常 虚惊一场 记得高雄台北 正好报道